掛在脖子上面啦 或是側掛 就手机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我会跟身边的朋友 去推广是说 你现在有手机神吗 看你真的太炫耀了 所以让它free吧 让它free吧 好不好 好康五村想不停来咯 春游踏青必备的 Keep Fighting手机挂绳 让你外出美拍实用又有型 请上好康五村专区聪明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点购现在买最划算 好康优惠 真的想不停 大家早安 我们时间来到了早上9点 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我是孙玲林 我提醒大家 我们9点开始 又有一个新的紫萍包 想要了赶快到新的紫萍包箱来 同样记得先帮我们按赞之后 再进到聊天室里来 那我们要先来感谢这个抖内 这个是CalvinSim 传了一个亥雅的贴图 感谢CalvinSim的抖内支持 另外来看看有谁已经加入我们了 嘉隆张天师林 知名Kevin Wu 八戒陈崇契 张安可也有看到你哦 还有这个是庆章 Yippee5247 檳榔50 周浩斯 也有看到了郑朝芳 杨桂兰也加入我们了 另外还有李国文大马人 陈英泰也有看到你 刘元文也加入我们了 好另外还有Peter Liu 也有看到了廖帅 那就提醒大家 记得转过来之后 先帮我们按赞 再进到聊天室里 来跟大家继续聊天互动 好那新闻头条 那我们先来看到0403花莲强震之后 至今新加坡的夫妇 到目前为止还是失联的状态 花莲泰鲁阁沙卡档救援 持续的在进行 最新的状况 我们来听一下 特搜对组长的最新说明 我们今天有八位警消跟六名 六名一消跟八位警消 我们还有一支搜救权 我们一样会到2.2K的第二大封闭 去持续的搜索 然后待会家属也会来 给我们另外的请知 也会请我们再到现场 他们所希望的地方 我们一并也会进行搜索 是 因为现在2.2封闭的话 有一个大封闭 一个小封闭 然后我们目前 之前也有同仁有闻到味道 但是也是一阵一阵 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 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确定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带群资 然后再多名的人力 再去全面的搜索 总共有14位 然后再加一支 那个我们的那个搜救权 你中间搜救的重点就是在 昨天说是1.8到2.1 是的 因为它那个范围长度大概200米 所以那个大小落实 还有一些岩石 所以要去整片的搜索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就派了比较多人 看可不可以分 就分两组来去全面的搜索 是 是创作搜索的搜索 是的是的 是的 矿工那边有 矿工木分那边有另外一位 在搜索的搜索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工壁那边全部都是大岩石 整个堆叠在一起 所以要整个搜索很不容易 所以有比较多人的话 可以大家互相帮忙 有些地方可能要爬绳子 有些要直接跳过去 然后当然有犬子的话是会更好 帮我们一起来做搜寻 刚刚有提到大石头的部分 所以说这边其实比0.5公里处 搜索起来更有难度 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0.5K的话 我们大型地区是可以到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用挖掘机 整个把大的石头把我们移开 然后再用人力的挖掘 但是在2.2K处是没有办法 大型挖掘机没有办法到达 所以完全都是要人力来做协助 来来来工作 所以是难度是非常高的 是 马席二会接两岸和平关键 9.2共识就是两岸一家人共识 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马席二会的部分 好 习近平他是直接说了 欢迎你以后常常来 那马英九他也说了 两岸的中国人可以和平处理争端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9.2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的对话 而且现在还传出 马英九在明年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再一次的到访大陆 那我们来看到政大名誉教授邱坤璇 他就说了 这次闭门会议其实气氛是非常的好 而且习近平连一国两制都没有讲 而是使用了加国团团这样的一个新名词 所以整体的调性是非常的软 而三位政治局常委也同时接待马英九 所以凸显出来的是这个老朋友实在是非常的坚固 好 那另外来看到陆委会的副主委呢 詹志宏他就说 两岸之间呢 应该是以不预设任何的政治立场与前提 才能够找到彼此关切的问题 并且去讨论解方 好 那美国国务院他们也很关注嘛 这一次的马锡二会他们也很关注两岸 所以美国国务院就说了 现在鼓励降低紧张局势 并且要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 那美国依然是致力长期来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联合公报 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美国国务院这边也再度提起了吧 一个中国政策 那联合报这边提到说 马锡会面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到了像是九二共识啊 一中各表中华民国这样的字词 那反台之后发表谈话 再一次同时用了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民族 那么习近平在谈话的时候 他又主动提到乐见大陆的民众 也可以多去台湾看一看 所以对于马英九是口误 或者是脱口说出呢 习近平其实他的表情 也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变化 没有不悦的脸色 所以路方也没有禁止采访的媒体来引用 所以看起来大陆这一次 态度的确是软化了很多 那马英九现在结束了 这十一天的大陆和平之旅 反抵了国门 针对了马习惠的成果 马英九就强调说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 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两岸就可以继续的对话 他说习近平先生表达 大陆推动和平发展 共创两岸福祉的决心 这个是对两岸交流很正面的讯息 那么对此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解读说 这次马英九防陆行 成功是以中华民族 找到了切入点 也让两岸化解了冰点关系 不过后续民进党持续的执照 如何来维持两岸的关系 才是关键 即使我们和大陆政治制度不同 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同属中华民族 结束长达十一天访路行 前总统马英九这一趟 打着两岸青年学子交流 实际上也荣兵两岸契级 不论马英九是不是口误吗 马习俄会上清楚表达中华民族理念 但也两岸的和平使者也深温彼此关系 跟习近平先生会面 他认真的听取台湾年轻人的意见 也诚恳的一一回复 表达大陆推动和平发展 共创两岸福祉的决心 观察这次马习俄会 陆方提高领域 光是地点就有小丑丝 不是原先外界预测的福建厅 台湾厅 而是选在经常和外国元首会面的东大厅 此外这次接待也以习近平 王沪宁 蔡奇三位政治局常委 同在现场接待 也显示北京当局对此行的高度重视 近乎是外国元首的待遇 不然以前像连战还有宋楚瑜 都是在福建厅 尤其马习这回谈话内容 聚焦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达成双方共识 习近平也不再琢磨两岸和平统一 释放出善意 无疑是化解双方兵凶政委 马英九也替即将上任的赖清德 递出两岸和平橄榄枝 马英九当然是对台海的战争的风险 他有高度的危机感 那他找到了一个点切入 我觉得是明智的 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 那当然回来之后还是要看 国民党要如何接招 那当然还有包括民进党跟民众党 尤其赖金德就任前夕 断交连连加上中非南海争端升高 美国大选等国际情势动荡 马英九访路行无疑是打通两岸友谊 只不过民进党接下来如何维持善意 也考验接下来赖政府智慧 借林俊峰 陈欣怡台北采访报导 我们要来更正一下 刚刚这个字是错的 好呢就是说习近平呢 他是连一国两制都没有讲嘛 使用的是家国团圆 不是团团是家国团圆 这样的一个新名词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 好再我们持续看到马锡二会呢 在4月10号结束了 双方会面的地点是在东大厅 先前曾经传出 是会在台湾厅会面日期 也曾经传出说是在4月8号 那么市议员侯汉庭就表示说 会面前的各方说法 其实都是自称民进党的官员 那不知道这样的消息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还透露给外媒 在后续呢 在批马英九被打压被矮化等等 但是马锡确实是各自表述 所以民进党这样的抨击 根本没有失利点 福建厅或台湾厅的这消息来源 本来他的原始就是民进党 自称的官方官员所透露出来的 非常的可恶 就是他哪里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消息 然后主动透露给所谓的外媒 然后再在台湾来讲 你看这肯定是被矮化了什么的 这些试图就先给马英九 就先泼脏水 因为不管怎么样 就算怎么样了之后 绿营都有话讲 你看肯定是我们先爆出来了之后 他们才转移 或者是就如同日期也是一样 也是绿营自己先去透露 可能在4月8号 最后他们又讲说 你看这个延期了 所以话其实都是绿营的 自己所谓的什么国安高层 所谓的岛内官员 都是这种自己去放给外媒 然后再自产自销 目前为止完全打脸了绿营 过去以来的大部分的扭曲 跟破章水 就包含先前讲说 你看这个马英九是被利用 他难道是被利用 然后去讲出中华民国 这没有逻辑吧 没有道理吧 你说你看这个矮话 你看从接见了东大厅 然后再到讲出中华民国 也完全没有所谓的矮话的问题 那再来绿营现在大概可以批评的 就是抓着习近平讲的那句话 说不同的制度 但我们都同属一个中国 就抓着这一句话来做抨击 说你看你马英九讲归讲 但习近平也讲他的话 这不就是各自表述吗 这不就是相互尊重 各自表述的最佳诠释吗 绿营的抨击到目前为止 几乎没有什么失利点跟着力点 你只能够看到一些 不入流的立法委员 竟然已经没东西可以骂 干嘛就开始嘲讽所谓死亡之卧 这种万年老梗 不入流下三滥的东西 就拿来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已经没有隔掉到了极点 好那在马锡二会结束之后呢 有学者就说了 马英九这次来到大陆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赖清德的新当局 可以通过马英九的这个管道 去跟北京沟通 去做更多的两岸同胞 民心的事 所以学者他是这样子的呼吁 那我们也来看到 520赖清德就要就职了 那目前他的国安团队的人事 已经大致底定了 那主要就是延续 蔡政府的国安体系 所以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大风吹的概念 战略的目的是要让华府来安心 所以来看到 接下来国安会的秘书长 就会是吴钊燮 国防部长会是顾力雄 那么海极会的秘书长呢 是秋锤正 那渴望他会 接下来会长陆委会的一个部分 那他是支中派 所以他其实在民进党内部人员 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内阁 几乎都是新潮流的人 所以民进党内一定也会有杂音的嘛 像是郑国会这边中常委陈茂松 他就相当的不满了嘛 他就批卓庸泰说 你别吃的这么狠 那结果呢 马上就传出了外交部长 就会是由郑国会的林佳龙要来接任 所以来看到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他就说了林佳龙呢 他根本就是赖清德 新内阁的官场现行计 只问政治酬庸派系平衡 不问专业 那民主党这边立委张旗凯 他就说了 林佳龙上任之后 是否有助于突破我国目前的外交困境 或者是龙困潜滩不得志呢 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所以可以看到 赖清德他的新内阁名单 现在是一波一波 接着公布出来了嘛 那就据说了 好林佳龙这边呢 是经过了赖清德三次约见 最后才点头答应要接任外交部长 只是目前从确定的名单来看 包含了内政部长 交通部长 工程会主委 全部都是新潮流 或者是台南帮 难免就会引起 民进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 像是郑国会中常委 就已经直接开枪了 那么前立委郑立文就分析说 内政交通工程会 三个单位的预算都很多 赖清德用自己的人 就方便未来选举绑装 外交的人才也很多 所以这方面我有跟 跟赖副总统推荐一些人选 早上才说跟赖清德推荐 外交部长人选 没想到下午就传出 林佳龙点头答应 那他希望你在团队里 你有答应他不要拖队吗 没有拖队 我一直在团队 而且也会持续在团队中 据了解林佳龙原本队 520后有其他期待 但赖清德三度约见 说明未来外交工作重要性后 因此决定加入团队 郑国会派系掌门人入阁 但同派系中常委 对于目前曝光的人选 直接开呛赖酌体制 谈开已见报准内阁名单 内地内政部长刘世芳 渴望担任陆委会主委的邱崔胜 担任工程会主委的陈经德 都是新潮流派系 李梦艳虽然是苏文昌提拔人才 但过去也曾在台南 跟赖清德共事过 不满的不止正国会系统 绿营其他派系立委 私下透露目前内阁安排 青色都是亲信或选战班底 被质疑是否不够厚道 内政部交通部是预算最多 还有工程会 这一定要用他最信任 对于选举怎么样绑装 怎么样分配资源 其实其他派系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 成千上万的位置可以分 位置没有好好分配 赖清德就得继续面对 党内更多的大嗓门 记者李梦昌张亮昊台北报道 所以赖清德的新内阁布局 外交部长接下来就会是 由吴钊燮转任国安会秘书长 那么昨天也公布说了 外交部长就会是由林嘉龙 他要来接任 前队郭正亮就分析说 对于有很强企图心的政治人物 不会甘于做外交部长 因为在媒体面前是很少露面的 除非做得跟吴钊燮一样的扯 那么郭正亮他也分析说 目前处于政权的交接期 不知道卓榮泰能够做多久 郑文灿在这个时候宁可不要入阁 我跟你讲对一个还有很强企图心的 政治人物来讲 他当然不想当外交部长 因为是被外放了是不是 不是你不会有新闻 那他点头了吗 我跟你讲外交部长有新闻 除非是你做低级到像吴钊燮这样 就本来就在那边跳 跳跳跳 那你觉得林嘉龙的风格的外交部长 会怎么样 没有他就是他也知道 该怎么做一个部长 他也是一个当然是有条件的人 他在联合国 他在日本主播大学的联合国大学 待过一年 做外交他当然是没有问题 是可以做的 可是这个对于一个 有政治企图心的来讲 绝对不是首选 他当然希望在国内 可以到处走透透 比如郑文燦 郑文燦在这种情况下 他宁可暂时不要入阁 比我知道卓龙泰人当超过一年 是啊 对不对 因为这种政党交接 不是政党交接 政权交接的首任的政府 林璇也大概只有当一年 黄飞只当了三个月 你不要忘了 所以郑文燦最近 就宁可去游山玩水 林璇很妥协的原因在哪里 不是啦 我觉得这个叫做 这个郑国会的一些兄弟姐妹们 就是变成猪队友 就陈茂松出来闹 就是说你怎么把郑国会的人都丢了 然后林又昌变成党秘书长 对不对 把内政部第一大部拔掉 那林家宏什么也没有 结果今天人家就来给你挥 说郑力军也是办个政国会好不好 就讲话讲到这里的 这样已经有够难听了 说郑力军也是办个政国会 你要怎样啦 然后又回你说 郑力军是双子座啦 那两边都是啦 这样怎么讨论啊 这已经都讲气话 真的 好我们要感谢一下张万钧的斗内 他说小汤圆早安辛苦啦 感谢万钧的斗内支持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记得要更新一下中天新网的APP 因为现在是有祈福福袋 即时许任的活动 您可以斗过祈福福袋 让广大的中天好朋友们 一起为您祝福 点击中天新网APP 首页右下角的好运龙 有五款的福袋 您的福袋会在镜头上秀出来 您的留言也会在下方的跑马灯出现 所有的斗内我们都是十分的感谢 好最近实案的风波 真的是连环报 连锁的寿司店葬寿司 有多家的门市 截至昨天晚间 已经有17例食物中毒的通报案例 实验署宣布了将在一周内 要稽查全台的所有分店 另外在士林西山里 疑似是有水源的污染 因为里长透露说 有上百位的居民 现在都是上吐下泄 夜疗站深夜紧急进驻 那北水处也紧急设置了四个取水点 卫生局人员将寿司装带带回稽查 因为知名回转寿司 藏寿司 惊传多人食物中毒 首先是新北新庄红卉店 3月31有两人通报 4月7号又有四人出现不适 再新增四人在9号前往用餐 出现呕吐及腹泻 除此之外 9号在新店威秀玉龙店 也有两人用餐后出现腹痛以及腹泻 加上淡水站前店5人 三家分店已经累计17人 疑似食物中毒 新北两家分店已经暂停营业 卫生局扩大清查 这家分店里仅有两家合格 其他分店也出现多项卫生缺失 若借其人为改项完成 可依违反 十二法除六万元以上两云元下的罚还 食肖署也决定在一周内 全面击查 藏寿司全台55家分店 另外在士林西山里也发生集体腹泻事件 联邑阳明院区紧急设立特别门诊 因为截至11号晚上6点 已经有20人录取出现呕吐 发烧腹泻 都是急性肠胃炎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里长质疑西山里有个自来水场 但居民喝不到 只能喝地下水 恐怕是受地震影响 害大家把污染水源喝下肚 而北水处在4月9号到场检验 也发现有大肠杆菌偏高情形 目前北水处紧急设置4个取水点 提供自取 也呼吁民众 不论是饮水或是盛装器具 务必主费再使用 记者杨七号陈宇轩双北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原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 德国专利招元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的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费折扣 我来看到高雄市立民生医院 发生了严重的医疗疏师 竟然是搞错病患开错刀 从公有病房护理师 手术室护理师 麻醉和指导医师 连续五名人员 通通都没有发现病患的身份 根本不对 原本只是低血压的黄性患者 莫名其妙就被开了胸腔引流手术 让家属非常的火大 院方也证实严重的失误 五个人都没有确认病患的手环 还有病例 一共是十次的疏失 高市卫生局将会开罚 五到五十万元的罚环 而民生院长遭到免职 患者躺在床上被推进治疗 但高雄民生医院 却把病患搞错人 开错刀 正常开刀前 护理人员都会询问 患者名字确认身份 而民生医院严重疏失 一名装性患者 胸腔有脓包 需要开胸腔引流手术 但被推去开刀的 却是低血压中风的黄性患者 因为中风无法回应 加上医护人员疑似没有确认身份 一个低血压 一个胸腔浓包 症状却搞不清楚 离谱开错刀 他没有发现说这个错了吗 其实这个部分 他也在那个时候 就是一连串的时候 其实他就知道 有一些问题了 更扯的是病人开刀前 需要过五到五关卡 从公有病房护理师 手术室护理师 麻醉师和指导医师 五个人都要反复确认 手圈和患者本人 但统统没有依照SOP来 等于连续十个疏失 正常流程应该像这样 病房护理师问一次 公有再询问一次 到开刀房等候时 开刀房护理师确认身份 麻醉专科护理师第四次确认 最后由开刀医师进行最后身份核对 民生医院五位医护却统统跳过 造成黄性患者莫名其妙被开胸 这个病人事实上是中风的病人 然后他没办法表达 他病人辨识方面没有依照SOP 重大一楼疏失让网友惊呆回应 超怕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一个人错就算了 还五个人都错耶 护理人员一路到开刀医师 基本动作要不要重新练 而卫生局祭出重罚 开罚五十万 出财的主治医师计两大过 而院长遭拔官 但对患者家属来说 家人无缘无故 胸口被开了一个洞 实在无法接受 接下来黄讯 松沛层高雄报道 真的是非常离谱 竟然开错刀了 台北市阳明医院 胸腔科主治医师苏一峰 他就说了 高雄民生医院缺人缺狠声 去看人力银行上的真材 甚至都不需要工作经验 也大呼难怪会出错 对就是我们 昨天有经传出 高雄有一家民生医院 就是有病人 不在医院里面被开错刀了 他本来不应该开刀了 被送错了 去进行的这个胸腔引流手术 那大家当然很惊讶 因为这算是台湾第一起 这开错刀的意外 那其实更让大家感到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家医院会出这个 那么大的医疗的疏似的一个包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看 如果去查了 就发现这个民生医院 在这个人力银行上面呢 有很多的一个真材广告 从门诊护理师 急诊护理师 住院的护理师 家后病房护理师 到这个 他们的长照系统护理师 哇 无所不争 都在争护理师啊 而且他们的护理师呢 真的量非常的大 而且呢 都强调的是 没有工作经验可以啦 等于都是 争一些护理界的新人来了 也没关系 你到医院再开始练习 再开始学就好了 那也难怪这样的环境呢 可能就造成他 一个医疗能力不足 再加上流动的都是新人 就更容易在这个 这个病人出包 造成他开错刀啦 那不然一个病人要去开刀呢 他们的整个过程呢 其实会经过很多的医疗关卡 台北市林西山里 疑似有水源污染的情况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市长蒋万安的最新说明 让整个服务的衔接顺利 确保同意的这个权益 那另一方面 我们即刻启动 市府内的全面专案机查 来进行每天无预警 对于相关餐厅 店面 食品的安全 昨天这个 全日托了小朋友 以事而虐的状况 昨天傍晚 的确江湖中心接获通报之后 我们即刻启动 进行应变 所以包括社会局 进行全面的了解 也会进行 20小时内的通报 同时我也即刻 请卫生局 到医院 去进行了解 同时也 几点 检察局 赶快启动 调查 所以制作笔录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都还有在 检调的侦办 因为我们即刻提出了检调 早期介入的机制 来尽快厘清整个事实的真相 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 只能说是以死而虐 但很多事实的真相 可能还需要再持续的了解跟追查 好谢谢 好所以刚刚听到市长蒋万安 他表示说 目前呢都还要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 来查一下这个水源污染 到底是被什么给污染了 好不过目前 里长已经透露说 有上百位的居民 他们已经出现 上吐下陷的情况 好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内的胶原蛋白 就会逐渐的流失 这个是一个 无法避免的自然老化现象 但是现在有台湾的保养品业者 他们推出了重组胶原激活唤醒动膜 利用的是波尔效应激发出 体内细胞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可以有效的改善肌肤 毛孔粗大肤色暗沉 紧致皮肤 让你可以保持Q弹好细色 重返年轻 今天使用B剂涂抹在我们的脸上 那因为B剂里面呢 有我们的玻尿酸 然后B3 还有B5 它可以有效的去加强我们的保湿度 专业美容师轻轻的在佳琪脸上涂抹 重组胶原激活唤醒动膜 因为才80年次的佳琪 已经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 肌肤老化速度跟问题越来越多 是比较暗沉 然后比较干一点 对 然后就是生理期的时候 比较容易有生理动 这样子 为了维持健康好肤感 留住青春活力 于是他赶紧求救专业美容师帮帮忙 救救自己逐渐老化了肌肤 在上A剂的时候呢 我们就帮他做一个画圈的动作 会有一个起套的作用 大概您只要使用一次 您就可以感受到 至少肌肤变细致了 毛细孔变小了 肌肤状况改善了 先上B剂 再上A剂 动膜就会在皮肤上交互作用 产生一层 状如双麒麟的泡沫状态 全是因为这是台湾唯一含有碳酸美容效果的动膜 业者花了三年的时间研发 将独家科技和配方导入产品中 为肌肤老化问题寻找解方 当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渗进到皮肤的血管细胞 就会让肌肤产生缺的错觉 就会尽可能扩张血管 帮助更多血液和氧气输送到细胞 提升细胞间的含氧量 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肤细胞新陈代谢 一直以来 我看到市面上的产品参差不齐 所以我觉得要从肌肤的源头去寻找问题 并且解决它 当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足够活化 足够身体强壮的时候 它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肌肤问题 想要维持肌肤弹性 被泡泡又明明 除了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保养品 也要注意保养品的有效成分 配方不是越复杂就有效 抗老保养更像持之以恒 才能为肌肤加分 2024年大甲镇南宫妈祖绕镜开始起跑 世界三大宗教活动 每年重要的宗教文化盛典 吸引超过百万人参与 横跨中 张 云 家 来回跋涉三百四十公里 一辈子一定要走一次 4月5号起假 4月14号回轮九天八夜 团队成员主播何慧荣 林佩杰 错别自赖正海 罗志华 陈婷瑜 全程接力直播 中天陪您跟着大甲妈绕镜 一起祈福 一起祈福 警方就应该要以身作则 怎么会变成最坏的示范了呢 54岁的竹琪派出所林姓副所长 日前被发现说他醉倒在路边 轮休喝醉直接在车里呼呼大睡 一测他的酒测值竟然是高达了0.95 原本今年8月他就要准备退休了 但是退休前是意外被查到酒驾 影响道路安全也害得自己被拔棺忌过 一名男子在车里糊糊大睡 远景上前询问却毫无反应 九号晚间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因为竟有一台车停在马路上 驾驶隧道不省人士 一查却发现是警察走驾 当天晚上嘉义逐旗分局林姓副所长 趁着轮休于亲友喝上几杯 直接驾车返家 带行经加拔一线道不省酒力隧道 路人看到担忧会出事 马上报警警方来到现场一测 酒测值竟然高达0.95 叫以身作则嘛 你又违法又违规就不太对了 大家都一样的没有特殊身份 他危险路人也会危险 据了解证明54岁副所长 已经有讲近40年资历 原先规划今年8月退休 却闹出酒驾风波 甚至被带回警局还大吵大闹 现在不但要被记大过 调离原单位 副所长一职也被免除 将按公共危险罪送办 违反公共危险罪 实证明确 查救相关干部 考核监督部周则认 所以为酿成意外 不过人民保姆带头违法 除了自己退休前夕 被拔关 也做了最坏事犯 记者杨七号视频圈 嘉义报道 明天周六 就是大选之后的首场补选 一共有四地方首长 以及两议员要补选 而苗栗市长补选候选人余文中 在周五晚间举办造势活动 立法院长韩国瑜 县长钟东景 以及多名蓝英的立委 都站台立挺 韩国瑜在台上也呼吁选民 一定要团结 让余文中可以接棒 而他也会做苗栗市民的后盾 一起打造新远景 苗栗市长补选 将在这周六投票 由于苗栗 一直被视为是蓝军的铁票区 因此蓝英有孰不得的压力 立法院长韩国瑜 更是南下云林站台立挺 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我们余文中当苗栗市长 全力来配合 两位立法委员 陈超明跟邱正军 在中央大力争取苗栗高科技的建设 两位乡亲 徐晓鑫 罗庭伟 一起来帮助苗栗 韩国瑜 也一定会 全力做苗栗乡亲的后盾 让我们苗栗后发优势 冲起来要报 原本的苗栗市长邱正军 转战立委成功 所留任期超过一半 已规定将进行市长补选 这也被视为是2024的大选延长赛 而蓝绿大咖呢 也纷纷前来为党籍候选人拉台造势 只是呢 这次补选的选情呢 相当的冷 韩国瑜在台上也喊话 选民要催票支持余文中 未来呢 从中央到地方连成一体 当苗栗的乡亲需求 得到最好的服务 每天余美人 她是妈祖联会的秘书长 所以在这一次的大甲妈起架上面 让她可以难得近距离的观察韩国瑜 余美人就说了 韩国瑜接任立法院长之后 很明显就是态度不一样了 真的是很想要保护这个位置 人民对这个位置是期待的 只是过去一天都做偏了 或者是什么 把这位置做小了 所以你要重新建立起 人民对立法院的一个尊敬 跟一个对这个院长 这个位置的这个崇高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点一点累积上来的 可是你要毁掉 就是啪一下子就毁掉了 多么困难啊对不对 她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 然后保护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是国家未来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能不能监督这个政府 在法律的 不管是立法修法的过程里面 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最高的民意机构 而且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有看到她对这个位置的 那个慎重以对的那样子 一个态度 对这是我近距离的一个观察 然后加上我们觉得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的学习能力很强 他人生的几个起伏也让他不断的吸收 然后增加了功力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时候 他有了这个立法院院长的 这个新的角色 我相信他会往好的方向走 就我那天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而且事实上 这是至少四年的马拉松比赛 现在只是枪声刚响起跑而已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要观察 所以现在你说他好 或说他不好 我觉得都太早 我觉得给他一点时间 我们持续来关心花莲强镇 是重创的太鲁阁 至今还有三个人失联 就包含了新加坡夫妇 搜救队今天出动了14个人 跟一只搜救犬 在沙卡当步道2.2公里处 进行重点搜索 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舒函 好 主观众 十点来关心在花莲太鲁阁 最新的搜救情形 目前失联的人数仍然有三人 包括了新国夫妇 以及一名在中和矿场的工人 而在新国夫妻的部分 因为昨天是在0.5K处 是有重机组来进驻 进行开挖的动作 另外如果夫妻两人 当时地震的当天 并没有停下来的话 最多的角程是可以到2.2K 所以昨天也针对了 1.8K到2.2K处进行搜索 不过都是没有结果的 而今天搜索的热区 则会定在2.0到2.2K的部分 是派出14位搜救人员 以及一只搜救犬 那我们还内听一段 搜救队组长的这一行说法 我们今天有八位锦销跟六名 六名一销跟八位锦销 我们还有一只搜救犬 我们一样会到2.2K的第二大崩壁 去持续的搜索 然后待会家属也会来 给我们另外的勤资 现在2.2崩壁的话 有一个大崩壁一个小崩壁 然后我们目前 之前也有同仁有闻到味道 但是也是一阵一阵 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 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确定 崩壁那边全部都是大岩石 整个堆叠在一起 所以要整个收水很不容易 所以有比较多人的话 可以大家互相帮忙 这可以听到组长是提到说 在这个范围200公尺 也就是2.0到2.2K处 其实搜救的困难度是相当的高 第一是因为重机组 没有办法进到里头 第二也是因为这200公尺当中 有大大小小的落石 所以搜救人员只能靠着 绳索来进行搜索 另外在中和矿场的部分呢 目前仍然是有一名工人失联 那就那人员已经锁定了 在第五层的平台 因为当时候有闻到异味 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苍蝇 所以等到今天重机组进出之后 就会来进行开挖 那以上就在花铃围 找到今天情形 时间尽头 另外来看到天王星大楼 现在是倾斜倒塌 正在进行拆除的作业当中 不过许多爱猫的人士 希望说暂停拆除作业 先救剩下的猫咪 而且还在现场 跟里长爆发了口角冲突 天王星大楼的主委 他倍感压力跪地痛哭 甚至还吐出血来 更是一度贪染在地送医治疗 另外也有爱动物的民众 他们是叫外送到拆除的现场 指定蔬菜要给鸡吃 肉给猫吃 鲜奶给记者喝 换手持续开挖 花两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不停歇 不过大楼内还有宠物等待救援 有爱猫人士要求先救猫 我也说了 给我们一点时间 上去的时间没有很多 放笼子抓到我们就下来了 警察男子拿着猫梁 来到天王星大楼现场 希望可以先清除露面 垂掉笼子来救猫 更发起打电话 打抱献腹 要求停工救猫 在天王星搜救现场 和雷长爆发口角冲突 天王星大楼主委自己也养了两只猫 但如果要先救猫 搜救行动就得被迫暂停 让他压力大到忍不住跪地痛哭 大楼主委每天晚上不停接到谩骂电话 讲到激动处突然吐出一滩鲜血 一旁有人赶紧上前拆服 两人一起崩溃大哭 现场救护人员赶紧将他送医 其实10号晚间的确有尝试将放有猫罐头的 又补铁龙放在天王星的建筑里面 他要进去补猫龙了 猫怪头吸引到康老师的猫 但一小橘某一个不小心 把铁龙门关了起来又补失败 屋顶的鸡则因为被拆除鸡具 吓到自己跳下低楼层反而获救 救援现场更有人送来菜肉和牛奶 著名菜给鸡吃肉给猫吃牛奶给记者喝 但是为了拯救生命 若真的停止拆除上去又补小动物 而出了人命 恐怕谁都承担不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 新竹市党部主委陈建明 也是在地市议员 被直击说在一场联欢晚会上面 疑似手搭女歌手 张涵亚性骚扰 陈建明他说自己是酒后一时的失态 那民进党已经启动了性贫调查 民进党干部在爆出性骚丑闻 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主委 也是议员陈建明 遭直击日前在联欢酒会上 疑似因为酒醉出手搭住女歌手张涵亚 看似性骚扰 自意妄为强吻女歌手 纵使该女已表明拒绝后仍一手强拉 大庭广众下 陈建明先是靠过去搭着女歌手 当时两人背对着观众 陈建明疑似还弯腰想要强吻 女生一阵闪躲 还直接逃开对方的怀抱 旁边的男性甚至想要帮忙阻挡 确实是极为不礼貌 强拉然后又整个的脸都臭上去 公然大拉拉的 有这样子非常不雅的动作 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你看得下去吗 大家看这个影片 难道不觉得也是毛骨悚然吗 很多新竹市的地方人士告诉我说 陈建明酒后事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地方对他这样子的行为是多有怨言 有蛮多其他的受害者 他们是比较不敢站出来的 女歌手也是议员吴国宝的太太 陈建明声明 自己酒后一时失态才有肢体接触 女歌手则说 自己和先生还有当事人很熟 当下没有感到不舒服 他不想把这事情搞大 或者他心生恐惧 而觉得说想把这个大事化小 可是民进党难道你也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吗 以后是不是民进党党中央 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如法炮制 民进党中央表示 将启动性贫调查 从党中央到地方 执政党性骚丑闻不断 重创形象 记者张又此王志恒台被采访报道 好那最主要是立委徐晓星 他爆料的嘛 说陈建明呢 他疑似就是有性骚扰 那陈建明自己本人是坦诚 说酒后失态 但是绝对没有骚扰的意图 那徐晓星也指出说 陈建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他还是前市长林志坚 清典的下一任新竹市长人选 要民进党别像MeToo一样吃案 众目睽睽之下 那他就直接去勾这个歌手的肩膀 然后还用手去把他手上的麦克风 拉下来 然后呢 头友迅速的靠近他的脸颊 虽然是背对观众 可是我有去访问当天 有在现场的人 那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讶异 也都认为陈建明这样子的举动 是非常非常的不妥事 因为他是在很大量的饮酒之后 然后才产生这个状态 开始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就有让大家怀疑说 你是不是酒后乱性这样的问题 女歌手他可能觉得当家不闹事啦 所以他就说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受到骚扰 这个部分我们都尊重 那但是呢 陈建明他还是自己有承认说 喝酒以后的失态 那并且道歉 为什么女生都说没有觉得骚扰了 那但是陈建明还是要道歉呢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不只曾经对台上的女歌手 做过这样的事情而已 做一个民进党新竹市党部的主委 新竹市议员党团总招 甚至是林志坚清点 下一任可能的新竹市长人选 影片当中有的既不是剪接 也没有造假 所以我还是觉得 陈建明他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妥事 应该要跟社会大众公开来道歉 新竹当地的政坛全都在讨论这件事 所以民进党中央真的是在 我们去讲这件事之后才知道的吗 我是打上一个问号 民进党是在我贴脸书之后 才知道你们家陈建明有干这样事情的吗 还是其实先前新竹市传得风风火火 你们就知道了 可是觉得反正如果没有人报 我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装作没看到 那这跟之前民进党me too事件的时候选择压案 有什么两样 而立法院近期是针对了国会改革相关的议题 朝野交锋 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呢 在11号举行了公听会 那么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 前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林志杰就酸说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终于是还清白 我真的没有讲过官员可以说谎 但是现在澄清这个有什么用呢 因为他已经在脸书引发了整个媒体 包含TikTok假讯息假攻击 好那就来看到罗志强本人的脸书 他说对于林志杰改口 没有说过官员可以说谎 他就酸说 原来林志杰老师也不赞同官员可以说谎 但是林志杰不赞成官员说谎 却又反对制定约束官员说谎的制度 这个与支持官员说谎的差别在哪里呢 可妙了 林志杰居然宣称说 罗志强终于还我清白 有个人老爱迟到早退 某天同事就酸他说 人家上班一天上班八个小时 你只要六个小时就搞定能力真好 怎么会想到这人竟然把讽刺当成夸奖 还沾沾自喜到处宣传自己受到他人的肯定呢 他说林教授我不好说你是拖面自干 只能够劝你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要改口也改得有诚意一点 既然不赞同官员可以说谎 就请一并改口支持藐视国会罪 让官员是不能够也不敢再继续的说谎 否则扯来扯去都是空话谎话而已 再来看到最近台北市是接连爆出有重纳的事件 包含先前的震惊社会的北市保姆虐童凯凯案 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就爆料说 11号下午的时候他有接到通知 有一位全日拖这个拖照顾儿童呢 是从10号开始出现了呕吐的情况 那么最终诊断出来是硬脑膜出血 而且出血的原因不明 目前已经转送了家户病房医治 而且医院也研判 这个伤势可能不是一两天内就造成的 所以现在要厘清是否又是儿童受虐的案件 昨天傍晚的确这样东西接获通报之后 我们即刻启动检查应变 所以包括社会局进行全面的了解 也会进行24小时内的通报 同时我也即刻请卫生局到医院去进行了解 同时也即刻检查局赶快启动调查 所以制作笔录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有在检调的侦办 因为我们即刻提出了检调早期介入的机制 来尽快厘清整个事实的真相 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 只能说是以死而虐 但很多事实的真相 可能还需要再持续的了解跟追查 台北市市邻居西山里爆发了有上百人上吐下泄 初步怀疑是因为水源里的大肠赶俊超标 那么里内的西山国小也有失声出现了腹泻的症状 这一线情况把时间交给文宁 好了 主播哥观众 台北市市邻居西山里爆发了上百人腹泻的群职事件 初步了解就是因为西山里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山里面的用水都是山泉水 而不是自来水 所以里面的大肠赶俊深浸数也就是比较偏高的 那么像记者目前所在的这个西山国小 他们学校里面的饮水机 水源也是来自西山里的山泉水 您可以看到目前现在饮水机上面已经贴着水质检测中暂停供水 就是因为在昨天晚间校方其实已经通报了 学校里面是有四名学生以及两名老师 都出现了这样的腹泻症状 那么目前最新情况如何 带您来听稍早访问 就是说她得肠胃炎 然后我妈也得急性肠胃炎 就听说两个啦 有一个说她得肠胃也有一个说她发烧肚子痛 昨天学校就有在做这个防御就请学生一定要吃那个 这边有个滤浸气的水 就要小朋友不要去直接喝水 昨天下午里长通知我们说 西山里的水质送烟它有大肠杆菌过高 所以我们也就是紧急在做学生的状况的一些调查 也紧急做了一些在做全校的一些普查 只有两位小朋友他因为肠胃不舒服 那大概一百多个人都有饮用这个水 郑重起见我们今天还是会请卫生局来对学校的 不管是洗手槽的水 或是我们饮用水 再做一个水质的检验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西山里里长在4月6号开始 就陆陆续续的接获里民通报 说有这个上吐下泄的症状 那么到目前为止人数已经破百了 昨天晚间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就赶紧来这里设置了四个紧急取水点 就是为了要提供民众安全水源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最近诺罗病毒4月 我们要推荐给大家旺旺出传的水神抗菌疫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拥有了SNQ国家品质标章 还通过了多项实验认证 可以有效的对抗诺罗病毒 抗菌率更是达到了99.9%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来订购 好再来看到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无色无味的水神 来做办公处的 这个以及家庭里的清销 不但成分单纯不刺激 还可以有效的抗菌 对环境也是相当的友善 同样是旺旺集团推出的水神漱口水呢 因为不含酒精没有防腐剂 获得了国家品质标章认证 连牙医师也推荐使用 清爽明亮的室内空间 牙医师仔细检查吴先生的牙齿 亲切的为他说明 如何做好平日的口腔清洁 和牙齿保健 对口腔机能和身体健康也有帮助 口腔保健其实从小 就应该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那我们通常会使用牙刷牙线 那最后我们可以再用漱口水 就是清寒一分钟再轻轻堵出 去加强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 那我们降低我们口内的牙菌般的产生 这样才比较不会造成蛀牙 或是造成以后牙周病的可能 我会比较建议像水前漱口水 它就是比较没有酒精 比较温和 比较没有刺激 那它有一个比较消毒的作用 所以其实在饭前饭后 或是一整天早上晚上都可以做 做这个消毒 做这个使用 后疫情时代 抗菌已经是全民运动 医师建议 平时刷牙再搭配漱口水 对口腔伤口的修护也有帮助 市面上的漱口水 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化学的药味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长期在使用 像我们蛮多患者在临床上使用的话 当它免疫力比较不好 或是口腔有点溃疡的时候 那他们长期使用水前漱口水 就有些消毒 跟就是让伤口比较加速 愈合的一个作用 无色无味的水前漱口水 不含酒精 没有防腐剂 还得到国家品质标彰认证 儿童和孕妇都可以使用 不但保健口腔 也能适度去除亚菌般 记者保证网书面新北报道 你不要怀疑 我一个人爱你 你不要怀疑 把人的名字可能好到一遍 不然你们到那几个家 很难 港山一概 本性难受 不管 这些人给我这些妈妈 我都会有这些 来看到有三名不明国籍的男子 最近是搭乘的小船 前往了魏在西太平洋 密克罗尼西亚的小岛 没想到小船发生意外之后 他们只好以宗旅业 是排出了救命的字样 但是果真保住了小命 画面中就是这三名受困的男子 他们是排列出了救命的英文 Help 最后抖大的求救字样 是成功被美国的军机给发现 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 三名受困无人岛的男子 大概都是四十多岁 身体状况良好 他们在过去一周 靠着岛上的椰子肉 以及一口小井的水为生 相当的幸运 好近的回到国内来看到发生 在昨天下午台中大雅纵火案 目前有了最新的进展 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 发现原屋主杨姓男子 早在四月十号十一号凌晨 就在住家的附近加油站 购买了汽油 疑似是预谋犯案 最新的监视器画面 现在也曝光 把时间交给彭馨 好 直播带你来关心 纵火案的最新发展 当时嫌犯购买汽油的 监视器画面曝光了 当时时间是在四月十号晚间 当时杨姓男子是骑着机车 前方载着一个大油桶 要求购买汽油 接着他将桶子带回家 警方调查 这个原屋主杨姓男子 连续两天 分别是十号及十一号晚间 到住家附近的加油站 买了两大桶的汽油 放在家中 直到昨天下午 姓屋主前来点交 他等人都到齐进屋之后 直接反锁门床纵火 但你听一下稍早邻居说法 一次是晚上 然后一次是4月11的凌晨 分两次吗 对 分两次 提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塑胶的那种汽油桶 这一起纵火案 一共造成了三人死亡 而原屋主杨姓男子 自己也因此葬身火箍 朋友更透露 他过去呢 做的是五金轩益 但受到疫情影响 改做团购海产 只不过 近年又因为生病中风 加上打拼买的房子 因为欠债必须转卖 自己也欠欠大笔房租 为此犯下大错 所以消息时间交还棚内 我们提醒大家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 现在按赞的人数 还有一点少 记得按赞之后 再回到聊天室里来 不少人现在都会选择 高价的医美保养品 来维持皮肤的透亮与紧致 不过越来越多 不想要哀痛 或者是小资族群 转而选择 能够直接补充 成分天然的胶原蛋白 但是您知道 胶原蛋白除了服用的时间 很重要 还要搭配维生素C吗 一起来看 花大钱做医美买保养品 哀痛还得伤荷包 选择补充胶原蛋白 要想发挥最大功效 营养师提醒 必须同步摄取维生素C 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 它是非常需要维生素C 作为一个辅美 一个帮手的概念 去帮助它合成 如果没有维生素C的话 胶原蛋白的合成速度 其实是会下降的 甚至是会变得 没有办法合成 在使用补充胶原蛋白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搭配 比如说维生素C 比较多的蔬菜或水果 那像是巴勒 奇异果 这些都富含的维生素C 可以一起使用 营养师也补充 服用胶原蛋白 时机点也很重要 最好在皮肤生长的黄金期 也就是睡前一到两小时吃 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才能看到效果 我就会建议 初期使用的时候 可以一天两包作为补充 加强保养 那等你吃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改为 一天一包的频率 作为日常的保养 像旺旺实际 德国胶原蛋白 它就分为两种 第一种 像是粉红色这一款 我就会建议 搭配维生素C 一起做使用 因为这一款 它是针对 需要养颜美容的族群 做设计的 搭配维生素C 对于胶原蛋白的 合成效率 会是更提升的 蓝色的则是主打 针对增强行动力的部分 在摄取上 饮食中 我们可以增加 钙子的摄取 像是牛奶 或是板豆腐 豆干这类的食物 这样子可以更增加 我们自身的行动力 懂得怎么吃对 胶原蛋白 配合良好的作息 避免长时间曝晒 以及摄取 抗氧化食物 就能让你将吃尽的 胶原蛋白 锁好锁满 我常常摔手机 平均一只手机 都要换上 四到五次的 玻璃保护膜 所以我想 我是非常需要 一条手机挂绳 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系列 手机挂绳 Live活力放送款 有烟熏红 星空黑 两种配色 Live立体小logo 可以随意调整位置 潮牌设计风格 让您散发 与众不同的气息 百搭荣耀款 经典黑 这款特别适合 喜欢简单大方 又追求时尚 和个性的朋友 单扣双扣 都可以使用 而这两款 都特别挑选了 两公分和2.5公分的 宽带织布设计 让你的脖子 还有肩膀 可以更轻松 更舒适 它的金属配件 搭配的是 高质感多功能 哑光页面扣环 品味 大加分 这个Keep Fighting夹片 更是独一无二 请你 自信做自己 好朋友们 赶快上快点购选购 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无外折扣 吉福福袋 及时许任 斗内中天 重返五二 所有的斗内 都请亮丽而为 所有的斗内 我们都欢迎 都感恩 我以为都是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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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很吵杂 但是听起来很疗愈 让人无法抗拒地解馋 小林嘴 旺旺 无聊派 绝带爽焦 快点购 美味欣赏事 早安 欢迎收看上午十点钟的 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洪淑芬 欢迎大家进来之后 如果在刚刚九点钟 还没有按赞的好朋友 先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在底下留言 我们就来看看目前同时在线 在我们的子频道 有哪些的好朋友 在我们的线上 欢迎大家来刷一排的小铃铛 先来报道一下 我们来看到 目前的同时在线 哪些的好朋友 李正中 李慧云 还有DXZY 周浩师也在我们的线上 非常谢谢大家 吉祥新 还有叶锦隆 大家早安乐 孔德章 红色燕子 也在我们的线上 张子芳 还有吉祥新 非常感谢支持 社会没有是非正义 还有郑竹园 大家早安乐 我们看到 还有同时在线的好朋友 曾广一也进来了 非常谢谢 伊比海在我们的线上 好来看到目前最新的情况 这是在准总统 也就是赖清德 在之前公布了第一波的 内阁人士人选之后 来看到现在 他要宣布 那么第二波的人士 内阁的人名单 那么看到 我们看到目前的最新情况 那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传出要接外交部长 那另外还有就是 前立委刘世芳 今天我们看到刘世芳进场了 那么现在传出 他是要接掌内政部的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目前呢 那么赖清德即将要宣布的是 第二波的人士内阁的名单 那么看到是卓龙泰 那么跟刘世芳握了手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情况 现在要邀请的是 我们的准交通部长 李孟燕部长 李孟燕部长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我们现任的警政院秘书长 好谢谢请坐 下一位是我们未来 我们的准法务部的部长 郑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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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两次郑铭谦 下一位是我们的准文化部部长 李云铃谦 我们欢迎李云铭谦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卓荣泰准院长准格魁 在这个地方为各位来介绍我们新的内阁团队成员 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 收看直播的网路上的朋友 跟全体的国人同胞 以及我们五位未来的部长 还有巩秘书长 在今天介绍新的内阁团队成员之前 容许我先做一点 我觉得今天应该向各位媒体拜托的一件事情 这两天以来 我们都受到大家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在征询的过程当中 对于内阁的阁员 大家都纷纷的做很努力的预测 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先进能够跟我一起 为国家找出下个阶段 要进到内阁团队来的成员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但是如果我在征询的过程当中 我都还没有谈 他名字都出现 我会非常的尴尬 尤其是我今天如果跟某一个人要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 在媒体出现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第一眼相望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尴尬 他会问我说他是不是备胎 还是问我说是不是有其他的备胎 所以我们的谈话都不能够深入 同样的 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 我也要让他相信你是我的真爱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要真情流露 费尽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我前天说 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一个阶段完成定期向国人同胞报告 我今天我照约书我做到 所以未来也是一样 在我们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我在站在这个台子之前 我都不会向各位 或是向任何人表示 任何的内容 或是任何的名单 这个请大家要见谅 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跟 被征询者好好的深入的交谈 所以四改发言人这两天也非常的忙碌 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整个征询的过程当中 还有整个联络的过程 我特意不让我们发言人加入 我就是要让他保有跟大家说 他无可奉告的权利 所以他说的无可奉告都是事实 未来每一次的征询他都不会加入 他都不会知道 今天他是比各位早15分钟才看到我们的部长 所以让我们的四改发言人 但是我欢迎大家跟我们发言人 建立默契培养感情 尽量的跟他聊天 但是你问他人事他真的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 以后他也不会知道 我特意不让他加入这个征询的过程 我请做以上的说明跟报告 我真的很诚恳的拜托媒体 跟我一起为国家找出好的人选 让我们在征询的过程当中 彼此能够敞开心胸 毫无估计的 谈谈他未来对工作的理念 谈谈他对于未来该部会的想象 那也要让他知道 我跟他如何要来共处 我们如何要来合作 这样才能够为国家找出好的人才 这一点再次的拜托大家 好今天我们这一波的内阁人事的说明 是一场稳健前进的一场人事的发表 今天在场的几位部长 准部长都符合这样的条件 他们都有非常坚实跟丰厚的专业领域的知识跟特质 同时他们也对未来的使命感充满了信心 我们希望在现有的执政的基础上 能够持续的加油 为老问题找新方法 为新问题找好方法 这是我要求我们团队成员 大家彼此鼓励的 第一位我要介绍的是 内政部长刘世芳 刘部长 过去我们都称他为四方委员 我们以后要改称他为四方部长 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他在台北台中高雄跟澎湖都担任过政务官 台湾的北中南以及里岛 他都有区域治理的经验 尤其另外有一件他专长 他对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非常的卓越 在多年前高雄高雄气泡事件当中他担任指挥官 稳住了局势妥善复言 这是他给我们深刻的印象 四方部长承认三届的立法委员也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 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所以对国会跟行政单位都有相当多的沟通协调的经验 未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再展现这种多元协调的能力 让整个团队能够稳定的前进 尤其我们提到的五打七安 在他业务所辖的警政署更是要站在第一线打击犯队 黑金枪堵炸以及治安问题校案问题等等 未来的四方部长要拜托他负起最艰巨的责任 谢谢刘世芳刘部长 谢谢 第二位是交通部李孟燕 李部长 现在我们还称他李秘书长 未来我们就要称他为孟燕部长 他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 足足有五年多的时间 担任秘书长有多辛苦 我也曾经知道过 但是他能够担任这么长的时间 这其中的辛苦跟付出 我个人要表示非常的敬佩跟肯定 他对于之前我们在前瞻基础 建设过程当中很缜密的规划 很彻底的执行 也做跨部会的共同 这是我们看到总总统赖清德 第二波的内阁名单 那么卓隆泰亲自来主持今天的记者会 并且介绍了今天第二波的所有的部长的人选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情况 另外来看到是明天要投票选举有六场的选举 李来进行败票车对车少 呼吁在明天一定要回家投票 另外还有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也陪同了党籍的麦寮乡长候选人许志豪 徒步的败票 另外还有五党籍的胡伟镇长候选人林嘉宏 车对扫街 呼吁大家要选出 跟县长张丽善同心协力的人 除此之外 吴伟镇的其他像是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林明正 还有县议员黄美瑶 以及民众党独立参选的吴炳辉 麦寮乡民进党的独立参选的许中复 还有县议员许刘斌等等 他们都是各自出招来打这场的选战 除了麦寮乡长补选 还有云林镇长的补选之外 在明天要投票的包含了苗栗市长的补选 还有台东大五乡长的补选 以及宜兰园林议员的补选 另外还有就是台中平地原住民议员的补选 所以在明天看到包含了蓝颖的大咖 都出来进行催票 但是就在明天要投票的时候 现在在民众党内 是不是掀起了茶壶的风炮 因为我们看到了民众党前立委蔡碧炉 最近在直播上说 他被民众党内书长周虞修设局 禁止他服选 而且传出了周虞修跟蔡碧炉两人 因为之前秘书长的职务结下了梁子 昨天蔡碧炉就在脸书上开炮了 他说我最讨厌说谎的人跟事 他说人证物证都在那么的清楚 轻易的就可以拆穿谎言 难道是要硬把党的形象也赔进去吗 他说为什么要禁止他替麦寮乡长候选人 来站台服选呢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蔡碧炉跟党内是不是有一些内讧的情况 会不会牵动2028 因为现在看到有人说蔡碧炉 是不是跟柯文哲在唱反调 而且因为在之前 跟选台中立委的时候 跟卢秀燕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是为卢秀燕在开疆弊途吗 对方人是说了 这柯文哲最近为了林嘉宏 站台催票 但是蔡碧炉却是早就宣布 她是内挺黄美瑶 所以再次掀起了柯文哲 跟蔡碧炉冒合审理的党内矛盾 甚至还牵动了国民党 2028年的总统布局 我们就看到了柯文哲 是到了云林去long stay了 那对于这个事情 她被问到时候 她说她没有特别的意见 合法就好 好 来看到明天 就是大选的首场的补选 总共有四个地方的首长 跟两名的议员 要来进行补选 苗栗市长补选候选人于文忠 在礼拜五的晚上 要举行造势的活动 而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县长钟东景 以及多名的蓝营立委 都立挺站台 韩国瑜在台上 也呼吁选民要团结 让余文忠接棒 而他会做苗栗市民的后盾 一起来打造新愿景 苗栗市长补选 将在这周六投票 由于苗栗一直被视为 是蓝军的铁票区 因此蓝营有殊不得的压力 立法院长韩国瑜 更是南下云林站台力挺 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我们余文忠当苗栗市长 全力来配合 两位立法委员 陈超明跟邱正军 在中央大力争取苗栗高科技的建设 两位乡亲 徐晓鑫 罗庭伟 一起来帮助苗栗 唐国瑜也一定会 全力做苗栗乡亲的后盾 让我们苗栗后发优势 通起来要帮 好 原本的苗栗市长邱正军呢 转战立委成功 所留任期呢 超过一半 已规定呢 将进行市长补选 这也被视为是2024的大选延长赛 而蓝绿大咖呢 也纷纷前来为党籍候选人 拉台造势 只是呢 这次补选的选情呢 相当的冷 韩国瑜在台上也喊话 选民要催票支持余文忠 未来呢 从中央到地方连成一体 到苗栗的乡亲需求 得到最好的服务 一起来关注花莲强镇重创的泰鲁阁 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失联 其中包含了新加坡夫妇 搜救队在今天早上是出动的14人 还有一只的搜救犬 在沙卡当部到2.2k处 要进行重点的搜索 目前的最新进度 我们要联系给记者张淑涵 好 主观众 十点来关心 在花莲泰鲁阁最新的搜救情形 目前十点的人数仍然有三人 包括了新国夫妇 以及一名在中和矿场的工人 而在新国夫妻的部分呢 因为昨天是在0.5k处 是有重机组来进驻 进行开挖的动作 另外如果夫妻两人 当时地震的当天 并没有停下来的话 最多的角程是可以到2.2k 所以昨天也针对1.8k 到2.2k处进行搜索 不过都是没有结果的 而今天搜索的热区 实则会定在2.0到2.2k的部分 是派出14位搜救人员 以及一支搜救权 那我们还内听一段 搜救队组长的最新说法 我们今天有八位锦销跟六名 六名一销跟八位锦销 我们还有一支搜救犬 我们一样会到2.2k的第二大崩壁 去持续的搜索 然后待会加水会来 给我们另外的勤资 现在2.2崩壁的话 有一个大崩壁一个小崩壁 然后我们目前 之前也有同仁有闻到味道 但是也是一阵一阵 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 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确定 崩壁那边全部都是大岩石 整个堆叠在一起 所以要整个收水很不容易 所以有 比较多人的话 可以大家互相帮忙 是可以听到组长是提到说 在这个范围200公尺 也就是2.0到2.2k处 其实搜救的困难度是相当的高 第一是因为重机组 没有办法进到里头 第二也是因为这200公尺当中 有大大小小的落石 所以搜救人员只能靠着 绳索来进行搜索 另外在中和矿场的部分 目前仍然是有一名工人失联 那就那人员已经锁定了 在第五层的平台 因为当时候有闻到异味 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苍蝇 所以等到今天重机组进出之后 就会来进行开挖 那以上就是在花林问你 找到今天情形 时间尽头 讲评内 台北士林区西山里 爆发了有上百人的上吐下泄 初步怀疑是因为水源里的 大肠杆菌超标 而里内的西山国小也发生了 有失声出现了腹泄的情况 目前最先的情形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曹文宁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台北士士林区西山里 爆发了上百人腹泄的群职事件 初步了解呢 就是因为西山里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您可以看到 这个山里面的用水 都是山泉水 而不是自来水 水里面的大肠杆菌 深浸数也就是比较偏高的 那么像记者目前所在的 这个西山国小 他们学校里面的饮水机 水源也是来自西山里的山泉水 您可以看到 目前现在饮水机上面已经贴着 水质检测中暂停供水 就是因为在昨天晚间 校方其实已经通报了 学校里面是有四名学生 以及两名老师 都出现了这样的腹泄症状 那么目前最新情况如何 带您来听稍早访问 学说她得肠胃炎 然后我妈也得急性肠胃炎 是听说两个啦 有一个说她得肠胃炎 有一个说她发烧肚子痛 昨天学校只有在做这个防御 就请学生一定要吃那个 这边有个滤精气的水 就要小朋友不要去直接喝水 昨天下午里长通知我们说 西山里的水只送烟 它有大肠杆菌过高 所以我们也就是紧急在做 学生的状况的一些调查 也紧急做了一些 在做全校的一些普查 只有两位小朋友 他因为肠胃不舒服 那300多个人都有饮用这个水 郑重起见我们今天 还是会请卫生局 来对学校的 不管是洗手槽的水 或是我们饮用水 再做一个水质的检验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西山里里长在4月6号开始 就陆陆续续的接获里面通报 说有这个上吐下泄的症状 那么到目前为止 人数已经破百了 昨天晚间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就赶紧来这里设置了 4个紧急取水点 就是为了要提供民众安全水源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好我们看到台北士林区的 西山里的金船有破百人 是因为腹泻的情况 这样的案件出后 那么不少人是有呕吐发烧 拉肚子的情形 好对此呢北市联衣 杨明院区在今天特别的 开设了急性肠胃炎 特别门诊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 张婷宇告诉我们 好主播各位观众 早安记者目前就位在台北市林区 可以看到呢 我背后呢就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 发现了百人腹泻群聚的案件 对此附近的居民呢也是相当的担心 我们带您来听他的罪行说明 如果是平常的用水都很OK的话 那刚好因为地震的关系 那有可能是有一些水管破裂 或者是因为地震的这些土質移动松动啊 会影响就是整个我们所有 这边的区域的一些用水问题 假如是有影响的话 当然是会担心啊 可是不晓得这个消息 是不是可以跟它连结的起来 就不太清楚 根据居民的透露呢 他们认为呢 可能是水质出现了问题 西山里的里长呢也说 是不是地震之后 这个水源有受到污染的情况 尤其呢在西山里 您可以知道的 这边呢不是用北水处的自来水 而是长期都是喝地下水的 不过到底是不是水的问题 还要来厘清 对此北水处呢 紧急设置了四个取水点 让西山里的民众呢 都可以来到这边取水 不过带您来了解 其实西山里 它是一个农业林 这边住了1477个人 不少人呢都是年长者 对他们来讲 其实取水是非常重的 所以未来这个相关的单位 恐怕要赶紧来厘清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赶紧的解决缺水的状况 以上是我们为您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画面交换棚内 看到这边的水源呢 主要是地下水 也因此是不是在地震之后 所以这个水源有受到污染呢 好我们来看到事件发生之后呢 那么除了刚刚看到 台北联合医院的阳明院区 也开了这个急诊区外 还有就是呢 医疗站也深夜紧急的进驻 北水处紧急也设置了 四个取水点 我们就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最新的回应 人数是32位 有上述下卸的症状 那其实4月8号 我们就通知之后 北水处就即刻 当天到现场去做水质检测 那这一次事件 其实跟台北市政府 在水事业处所提供的 在水系统是无关 而是山区的民众 他们自设的水源系统 那这个问题 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那在水处都有跟我回报 整个过程 所以昨天即刻我们卫生局 协同联合医院阳门医院区 包括科副院长率领的专业医师 护理师 还有包括行政人员 志工等 在社区 紧急设置医疗站 提供住户各项的诊疗 另外我们也包括 環保局即刻昨晚到现场社区 进行清销 教育局也即刻 针对学校做调查 那目前掌握 有一校一师 两名学生一开始身体不适 但都在家休息 但是我们也还是请教一局 跟学校在今天预防性先暂停 学校的饮水机的供水 提供瓶装水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 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 所以我叫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 倒是没有错过喔 一天两包4D具有 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吨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西药检验SGS检测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有保障 成分单纯0000加 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银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计划 打造行动有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喔 大家早安 这边国际就交在中国大陆和菲律宾 在南韩一连串的海上冲突 这也引发海上冲突升高的忧虑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指挥官 阿基里诺上将 他在澳洲雪梨智库至齐的时候 当时他就提到了中非争议 他说大陆针对菲律宾的举动 尤其是在仁爱礁最上冲突的这个地点 是危险非法 而且是破坏本区域的安全稳定 那么这些冲突都足以证明 大陆是想要以武力来争夺南海的 零海零土 并且是危机到了这个地方的区域稳定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at second time of show and because what I mean that's self-explanatory we have actions physical actions from the PRC as you've seen on the video of two coast guard ships and a what they call a fishing vessel but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military militia controlled by the CCP to prevent the resupply of those forces on the Sierra Madre and like I said six sailors hurt so what's next and how far are they willing to go 那确实呢中非近年呢 今年开始他们在南海这个地方呢 是不断的有船只的对峙啊 还有一些冲突 那么阿金里诺他就指出大陆增加太平洋 島国区域的军事存在 这对澳洲国土防卫是直接的威胁 这也让美国陷入一个不利的处境 而这个发言时间点呢 其实不仅正值中国和菲律宾船舰 在南海多次的发生对峙啊 同时呢这也是美日非首次三方峰会在华府登场之际 那么三方领导人他们聚焦的议题呢 正是中国在亚太区域这个地方的军事活动 那么拜登呢他11号的时候是在白宫主持了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三个人的三次首次峰会 那么在峰会开始之前呢 其实拜登他在开场白他就直接表明 他说呢美国现在是捍卫日本还有菲律宾的承诺 这个是如钢铁般的坚定是坚弱磐石 而且说任何在南海对于菲律宾的船只啊 或是飞机的攻击 现在呢都会启动美非的共同防御条约 那么双方呢将会继续书写他们的共同故事 那么小马可是呢他则说会议呢这个会议 因为他们这一次是首次 他说呢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么岸田他则表明呢这个会议已经创造历史 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呢美国两个亚洲的盟友 现在表态显然是凸显着这全新的三方联盟 那么在联合愿景中呢结束这个会谈之后 在这个声明里面三方更严正的关切了中国在南海 危险的侵略行径是直接的点名中国大陆 指出呢这个中方是阻碍了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运捕作业 而且呢这个是危险破坏稳定 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北京显然是三方峰会主要的一个讨论议题 那么在这个峰会的开场前一天呢 其实拜登他先是盛大的接待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那岸田呢他在同一天11号的时候就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个演说 同样呢他聚焦的也是中国威胁 当时呢岸田他是全程就是以英文来演说 登场前呢国会议员他们先是全程呢他们就起立鼓掌长达了20秒之久 岸田呢他就先回应他说呢自己在日本国会 可是呢从来没有受过这么热烈的掌声 接着呢他就幽默的说到他就细数自己和美国的渊源 回忆起呢他小时候和爸爸在美国的经历 他说呢他在纽约上小学的一些过往 那么接着呢岸田他话风一转提到了 现在世界正在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全球的自由还有民主都受到威胁 因为中国当前的军事行动呢 这已经对日本还有国际社会 带来一个空前的战略挑战 而且他更以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作为比喻 那我经常说 那我经常说 那现在的军事行动 也在明天东亚作为比喻 东亚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岸田的一开始就说 乌克兰的今天很有可能就是东亚的明天 而这些都是需要美国的领导 那么在会上岸田他甚至是喊话全世界 他说日方现在他们的态度就是决心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和他们的盟友美国来分担责任 那么这个演说很显然也是传达一个日本是全力力挺美国的立场 当时岸田他跟决裂日本2021年是宣布了大幅增加的国防预算 并且是拥有反击能力以及强化他们的网络安全 这些都显示日本在成为美国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决心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岸田他显然是站队在美国这一方高调的访美 但国际上他现在看起来虽然是非常的风光 但实际上他在国内的支持率是创下了新低 非常的低迷创下了新低是16.6%的支持度而已 那么相较于同类民调上个月是下跌了五个百分点 而上任之后呢其实另一方面在南韩方面呢 上任之后就不断宣示要以强化美日韩为同盟 这个为主要任务的南韩总统以席越 他在国会大选落幕在野党拿下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呢 他这三年接下来的任期呢其实也是岌岌可为举步维新 所以呢现在看来拜登这两个盟友呢在国内的处境 显然都是有点惨烈民调是直直坠 那么前猪牛星来大使建文吉就表示 其实现在美日韩他们主打一个抗中 但本质上呢他们其实缺乏国内的民意基础 就以利日本来举列日本的老百姓呢 其实他们现在最在意的就是经济问题 但是呢岸田他却把首相当成外相 也就是外交大臣来做 这和日本的民意呢其实是背道而驰 我觉得这个抗中基本上的话 他缺乏国内的民意基础 尤其是日本跟韩国的民意基础 那韩国事实上的话 就是说李在明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干嘛要热大陆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干我们什么事 这个就是那这次选举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李在明他们的主张 在那种主张或者很多绝大多数的 韩国老百姓认同嘛 因为另外一块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老百姓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自己的经济 还有不要低估日本二次大战以后 民间的希望避免战争的 那一个社会背景 那你现在不断的这个 老百姓没有收入减低 你要在五年内把你的军事 预算提高了两倍 你这种做法事实上的话 绝对是跟民意背着走的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圣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圣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 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词外折口 方山在昨天下午台中大雅纵火案 目前有最新的进展 警方钓鱼了周边的近视器 发现原屋主杨姓男子 早在4月10号 11号凌晨 在住家附近加油站 买了汽油 疑似是运谋犯案 而最新的监视器画面也曝光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吴彭馨 好 直播带你来关心 纵火案的最新发展 当时嫌犯购买汽油的监视器画面曝光了 当时时间是在4月10号晚间 当时杨姓男子是骑着机车 前方载着一个大油桶 要求购买汽油 接着他将桶子带回家 警方调查 这个原屋主杨姓男子连续两天 分别是10号及11号晚间 到住家附近的加油站 买了两大桶的汽油 放在家中 直到昨天下午 姓屋主前来点交 他等人都到齐进屋之后 直接反锁门窗纵火 带你听一下稍早邻居说法 一次是晚上 然后一次是4月11的凌晨 分两次吗 对 分两次 就是那种塑胶的那种汽油桶 这一起重火案一共造成了三人死亡 而原屋主杨姓男子 自己也因此葬身火箍 朋友更透露 他过去做的是五金生意 但受到疫情影响 改作团购海产 只不过近年又因为生病中风 加上打拼买的房子 因为欠债必须转卖 自己也期欠大笔房租 为此犯下大错 所以消息时间交还棚内 北投有一间拖婴中心被议员爆料 发生了集体虐婴的事件 社会局介入调查 发现有四名教保员涉及施暴 至少有八名孩童受害 而且离谱的是 这间拖婴中心在过去还被政府评鉴为是假等 如今家长想问到底是怎么评的 让人如何安心 还被教保员一把拉到围栏 动作出路 疑似还出手殴打 一片哭闹声中没有停止 北市议员爆料被投一间拖婴中心 竟爆发集体虐婴事件 加上发现孩子异样 才揭发这起离谱案件 甚至还有一事把小朋友 拉去撞墙壁的行为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二月三月的时候就跟我回报 北市社会局调查后发现四名教师涉案 全员四个班竟然就有三个班爆出施虐 至少有八位孩童受害 更离谱的是这间拖婴中心 还在一百一十二年拿到政府评鉴夹等 家长听闻实在难以接受 之前就是听说太多的 这种明明就是合格的 可是就是还是有这种事件发生 所以我不敢让人家带小孩 评鉴夹等拖婴中心都能出现如此 离谱事件 恐怕制度出现漏洞 社会局说已在三月二十八号 处以最重六十万元罚还 并下令从七月一号起停办一年 至于四名施暴教保员 被依儿哨法移送法办 只是该拖婴中心也遭报 并非首次虐童 早在去年三月发生拔萝卜事件 拖婴中心主任单手拉起 孩童手臂导致脱臼 但社会局评鉴机制三年才一次 中间有异常根本无法及时察觉 当前亡羊补牢除了增加 不定时抽查频率 势必得全面进行检讨 别再让凯开案悲剧重演 记者叶文 您分享 乔台北报道 最近台北市接连爆出了重大的事件 包含先前震惊社会的 北市保姆虐童凯开案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爆料 昨天下午就接到了通知 有一位全日拖照顾儿 请上好康五村专区聪明下单 任选三件折150 五件就折300 快点购 现在买最划算 好康优惠真的想不停 感谢大家的支持 加入中天志工队 在世界各地无私的推广 中天新网APP 让中天前进的每一步 都有你们更加的踏实 我们要感谢上榜的志工 包含了个人志工 还有店家拍档 都非常的感谢你们的支持 多一份的下载就是多一份的力量 任何努力带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谢谢大家 早上七点不到 在高雄百货公司前出现的 大排长龙的情况 为的是今天在台湾上映的 日本人气动漫排球少年 主办方推出了活动 买电票的送出限量的 33.5集超级漫画 也吸引了不少人 早上就来排队了 这些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林志慧来告诉我们 好的 主播 那么在高雄百货公司前面 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那么绕过了百货公司一圈 就在早上七点左右的时候 原来是为了日本人气动漫 排球少年 那么首部的剧场版 今天将在台湾上映 特别的是买票就送出 限量33.5集的特别漫画 相当具有纪念性 让不少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你要看票吗 还是可以没差 那么今天在台湾上映的日本 动漫排球少年 在日本是破了百亿的票房 那么日本官方先前就宣布 将会为了剧场版的电影 推出33.5集的特别漫画 这一本叫做小册子的 33.5集特别漫画 也是作者绘制的128页 超级豪华内容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33到34集的新内容 更是限量贩售 所以对于影迷来说 是更有收藏的价值 那么下次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由大陆女星赵丽颖主演的 时代剧《风吹半夏》 剧中饰演收废铁的许半夏 靠着她惊人的商业头脑 在钢铁业成功闯出了一片天 也成为霸气女总裁 成功励志的故事 让许多粉丝看得是津津有味 而更多精彩内容 也请大家锁定中天娱乐台 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的播出 在清门大雨的夜晚 突然来了一位不速直客 大陆女星赵丽颖在剧中 不忍心看她被淋雨 赶紧把她叫进屋内 你进来等吧 进来等 谢谢 应援机会之下 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决定一起努力打拼 你说你怎么想啊 偷这玩意儿卖 你想天想风了 小陈 别说话了 赶紧弄 凭借着永不放弃的决心 以及赵丽颖过人的商业头脑 周旋在各大企业之间 让她在钢铁业 逐渐拥有一席之地 为了诠释霸气女总裁 剧主为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 准备了180多套衣服 赵丽颖跟分享 自己会根据每个阶段剧情的不同 去更换配饰 对于细节 相当要求 由赵丽颖颖主演的时代剧 风吹半夏 从收废铁到钢铁老板的商业拒破 成功励志的故事 让许多粉丝看得津津有味 更多精彩内容 锁定中天娱乐台 四月一号起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到十二点播出 解留室伟 郭炳翰 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妈祖绕境来到第七天 路上看到许多人会准备压角巾 到底压角巾里头有藏什么样的秘宝呢 我们要连线给错别字赖正凯 一起来开箱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是在园林圣华妈 圣华妈这边的地方 为什么要来到这呢 先看到旁边 这边有非常多的人 善心人士 拿出了这些水 饮料 就是要给路过的香灯角们 信徒们可以免费饮用 甚至我们来请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妈祖的压教巾 刚刚的压教巾吗 对 我们看一下这 热的 刚出炉的 真的是妈祖的压教巾 也是跟大家做结缘 那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我们来稍早看一下 画面就知道 原来刚刚大甲妈祖 在这个圣华妈这边 稍微做了一下停轿 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画面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大甲妈祖现在停载的是 在园林的圣华堂 好了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开心 那除了这个信徒开心之外 最开心的想必就是 堂主 白玉龙 白堂主了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想请问一下 是每一年妈祖都会来这里吗 对 真的喔 那你们现在是要做的是 准备开箱压教巾吗 对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你们开箱的过程吗 是有什么仪式之类的吗 就是要先禀报我们的圣母 是 我们会开压教巾 会拿一部分起来 跟众信徒结缘 好 那你们就先 继续开你们压教巾 我们在旁边侧派一下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开压教巾的过程 也不是说想开就开 当然是要先跟我们的这边 圣华妈 园林圣华堂的天上圣母 禀报过后 可以的话才开始陆续 把刚刚的压教巾打开 妈祖大甘阿嬷他做过的轿子 我们上面的那条布 可以怎么讲小朋友吓到什么的 可以把他就是包起来安抚他 当然就是我们在说的简单的就很怕 如果小朋友半夜骂骂晚上做噩梦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帅哥手上的这一个红布 就是可以拿来给小朋友这边 好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砂糖 我们底下还有盐 因为我们妈祖算是海神 所以我们会用盐下去 让大家吃平安 阿糖的话就是我们有做生意的人 可以拿去就是怎么讲的 发财啦 对对对 然后发财平安这样 对对对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 除了我们一开始以为 就只是压教巾而已 但是拆开才发现真的是别有洞天 除了盐巴跟砂糖之外 刚刚还有看到盖这个红布 红布也是可以拿来做一个 让小朋友保平安 然后半夜妈妈好时围着 或是放在他的婴儿床头前 也能够让他比较好睡觉 好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放盐巴了 因为刚刚这个唐主有提到说 这边是盐巴是海神 也是一个祈求平安 当然盐本身就有一个驱邪必煞的功用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那现在呢我们要知道说 大甲妈祖呢 持续的在往正南宫这边前进了 那我们的中天团队呢 也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那接下来的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都会由我们做别致团队 来跟大家一起追妈祖 好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情形 好 来看到名贵的车祸 这是澎湖要进行一场超跑公路赛 但比赛还没有开始就发生了意外 有一对对高机把货柜高高的举起 但油管突然爆裂 导致整座的货柜往前倒下 硬生生砸中了一辆千万超跑 这损失很惨重 另外在彰化有双V休旅车 开启了辅助驾驶 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况追撞缓撞车 车头几乎都全毁了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在赖清德三度的劝劲之下 点头接外交部长 而对此立委徐晓星大算林佳龙 根本是民进党的诸葛亮 最新的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把时间交给陈佑 国会大现场 我们接近邀请到立委徐晓星 来到的现场 晓星早安 哈啰 大家早安 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赖政府的内阁 阁员的名单下一波一波的公布 不过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并不在 今天公布的内阁名单 是外交部长的部分 传出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已经点头要来接外交部长 但是这个名单 我认为自己怎么看 林佳龙好像又是一个十项全能 跟孤立雄差不多 当过市长 然后当过江东部长 现在连外交也能够沾上边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赖清德未来的执政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整个内阁 要么就是延续原本民进党在用的人 就是在原本的这个圈圈里面找人 要么就是带着他的台南帮 派系用人 诱人为亲 这种结果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没有新的人才能够找的时候 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期待值 是基于本来就已经不断倒退了 蔡政府之上在往下扣分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换的是一个崭新的团队 比方说你找的是很多的社会先搭 大家对于这个名单有新鲜感 愿意给他机会 一开始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点 而且有向上爬升的机会 可是当刚你找的人 还是一样是顾立雄 然后这个林佳龙 然后吴钊燮等等的 那不好意思 你的基准点就是从蔡英文在往下扣分 尤其是他这次 还找了这个林佳龙 是用三顾茅庐的方式 俨然是把林佳龙当成是 民进党党内的诸葛亮 而这个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林佳龙过去的争议非常多 他在担任交通部长期间之内 叫大家要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 在对在做台中市长的时候 竟然天真到去跟人家签了一个 海水采矿的MOU 然后导致台中市政府差点被骗钱 那我们就很担心了 未来做外交部长他有很多的这些外交的机密预算 那如果你今天有这么多的机密预算能够使用 然后你傻傻的又像以前那样 跑去跟人家签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MOU 被国外骗钱 那你被骗的可是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对所以而且再何况林佳龙他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行政院长的位置 结果呢你在整个派系上面处理失利 那导致于这个政国会的对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那才找了林佳龙去接任外交部长 那所以代表说你根本不是去思考外交部长这个位置要由谁来当比较适合 而是当派系生气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安抚他们 所以这就代表说其实赖清德他的这个用人为亲不为才 这样子的一个取杖就是他520新内阁的代表词 有人特别提到林佳龙现在是民进党的诸葛亮吗 但是身为这个诸葛亮真的是政治仕途如此的崎岖 他想要选台北市长偏偏不给他 偏偏就要去选新委市长 他想要当行政院长也不给他 然后就要去当外交部长 那当然他的很多的亲信都叫林佳龙不要去接 可是林佳龙可能又觉得不接的话 对自己甚至对派系都有影响 因此看起来派系重于专业 因为林佳龙他也不是什么外交官出身 也不是什么驻外代表 他或许会成为资历最薄弱的一个外交部长 我认为第一个他资历薄弱 第二个过去不管是台中 或者是这个交通部长 他都做得不是很好 那包含是他当时下台的时候也是相当狼狈的 那受到外界的很多批评跟指责 那但是呢他很会做浪费钱做宣传 所以未来的外交部是不是就反而变成宣传部 我想我自己在国会 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可能在预算上面就要盯得更紧 因为像先前交通部长任内他在干嘛 他在出书在做自我的宣传 那未来外交部可能也会变成他自我宣传的一个窗口 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再来呢就是林佳龙他的这个个性 其实很喜欢对媒体放话 所以其实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看过非常多的新闻跟讨论520人是有关的 那都是看起来像是从他或是他的亲信 他的幕僚林佳龙的派系里面所流出来的 包含就在前几天还说呢 有一篇新闻还提到说林佳龙的目标是要做准格魁 就在竹容他已经宣布之后 他还说要做准格魁 类似这样子的新闻用一些不具名的方式 但是呢很明显的来源就是他们 那我觉得未来在整个外交体系上面的 这种保密性可能会做得更差 有很多这个资讯外流 然后跟媒体放话的情况 对啊 因为毕竟 其实在问很多那种内阁成员的名单 大家都不太敢讲 说没有获得争许 还是还在讨论之中 就只有林佳龙昨天跳出来说 我一定在这个团队里面 要大家放心 然后我认为我们再来看 现在这个整个国安团队的成型 包含你刚刚特别提到吴昭械 然后顾力雄 然后还有这个林佳龙 虽然是蔡英文的人马 赖清德继续沿用 很显然是想要延续蔡英文的内阁 但是这背后传达出来 是第一个没人了吗 再来第二个 这个顾力雄还有吴昭械 对大陆是如此的鹰派 对于两岸关系真的会有转机吗 第一个赖清德的内阁 就是旧瓶装旧酒 完全没有看到新气象 唯一看起来新的人也是旧的 都是他从台南带上来的老绿毒男 老绿毒几乎占了整个520的新内阁里面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 其实在赖清德他在国安团队上面 虽然叫做沿用了蔡英文的人马 可是他的配置方式是比蔡英文还要来得更差的 他让这个过去战狼之称的外交部长 去管理整个国家的情报 那你就想像吴昭械这样子的人 负责收集国安整体资讯 给赖清德建议 他会给出什么建议 他只会给出更独更偏激的建议 第二个部分是顾力雄这样子 曾经他已经被中国大陆认定为台独主义者 他自己本身也有非常浓厚的台独思想 人家也并没有错怪他 那在让台独的意识形态来担任国防部长 他本身又没有军职的背景 对于管理军队来说 他也并不嫌熟 那再加上他是不是就是要来搞军购的 那这几项都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不利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说 任用顾力雄担任国防部长之后 对整个中华民国 或是对两岸关系的危害 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小心点把关系时间 谢谢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内阁名单 逐步的成型也逐步的来揭露 但是传出这个林佳龙点头来接外交部长 结果还是赖清德来三顾茅庐林佳龙 可是后来大家都开始来发现 难道这到底是派系考量 还是用人为才呢 而且赖清德一再说 他在内阁的名单能够不分党派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完完全全员 就是赖清德的亲信 来组成他自己的内阁团队 像是我们真鞋的鬼嘴心 自己的内阁团队 像是我们真鞋的鬼嘴心 我觉得对我来说手机挂绳很方便 因为走到哪里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的手机会不见 然后会找不到你的手机 然后用了手机挂绳之后 你现在还有时候会想说 我的手机去哪里了 我手机到底在哪里 结果一看发现 它完好了在你的身上 它的厚度也有 然后宽度也有 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的 然后调节起来其实也很轻便 如果你是带小孩的 一定要使用 因为小孩常常你要顾着它 所以这个手上要提很多妈妈包 拿很多东西 然后另外一手你可能又要牵着小孩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 手机挂绳也很必备 然后另外长辈朋友也很适合 因为长辈常常就是会望东望西的 然后把手机挂在身上的话 就是你就一定听得到来电 它一定不会露节 4月13六场补选 2024大选延长赛 麦青德520上任前的即时民调 韩国瑜柯文哲同场实测政治声量 周六下午4点到6点 413补选特别报道 请锁定中天新闻 最快开票 最权威分析 户外踏青正是时候 你需要一个多功能的双肩包 中天文创keep going双肩包 让你轻松出游 也能展现个人魅力 材质轻盈 防泼水 出游踏青好心情都写在脸上 粉嫩的春天色系 衬托脸上绽放的甜美笑容 多夹层轻松收纳 一起来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双肩后背包 樱花粉奶茶色黑色 共三款 高质感休闲风 多层置物空间 即刻入手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欢迎昨天上午十一点钟的 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洪淑芬 欢迎大家进来